中共新十條公布後 各地興起了藥品搶購潮 商家趁機捆綁銷售或者烘台藥價 12月8號 北京多家藥店退燒藥品脫銷 感冒藥部落分被搶購一空 退燒藥 感冒藥 加鹽藥都沒有 賣沒了 我們這邊也不清楚 總部也沒戶 你就挨個藥店問吧 記者拨打北京一家藥店 得到的回應是藥品缺貨 當局公布的新十條中提到 清政者可以居家隔離 並且取消各種臨時封控 除特殊場所外 不再查驗核酸證明 這個政策總是突然的今天朝這邊 明天朝那邊的 很多的不確定性 所以說 作為普通的民眾也沒有辦法 更多的只能自己去保護好自己吧 中國的這個體制 它當然都是一刀切的 和過去的整個情況是不是不銜接的地方 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有一段混亂的時間 就是說 新的政策下來以後 有些醫療資源可能受到了衝擊 大陸媒體報導 抗原檢測試劑盒銷量暴漲3倍多 原本售價5元 有的藥店炒到了56.6元 訂購要等2到3天 有醫藥行業的人員透露 布洛芬和蓮花清溫漲到50多元一盒 新唐人記者 夏敦侯 張丹霞 舒燦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